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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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How's your day? Welcome to 英文英文 我是蔡英文 我最近剛完成自由民主永續之旅的國外訪問 我聽說很多的朋友說喜歡聽我講英文 那我們這個節目就是要跟大家一起來學英文 聊聊事事 E-A-N-A-N-A BANANA 還是我要用詢 這是限題嗎 BANANA 持有台灣護照可以在我們的羅馬自動通關喔 目前只有歐盟跟八個國家有這個待遇 請問護照的英文是 不知道 PASSP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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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SSPOR是明信片 喔 因為我們已經被 抱歉 鄭文森的衛生部長 Luke Blanc 今年在世界衛生大會上 力挺台灣 請問世界衛生大會的英文縮寫是 W H O 叮叮 接近了 WTO W W H 等一下 大會是不是 不是組織 那是A W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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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譬如台灣在加拉比海的邦交國 除了海地之外 還有組成三勝的三個國家 你叫三勝是 什麼啊 這三 這三個吧 這是國家 這看起來有難度啊 應該是聖傑石沒有錯 聖羅蘭 那應該是123 聖爾文森 聖露西亞 聖克里斯多福基尼衛士 說到台灣驕傲 你會想到 台灣的 科技 民主 Gay marriage 衛生怎麼辦 你會說台大 好像不太算 不要亂講 不要亂講 那就說台大吧 台灣黑熊 珍珠奶茶 珍珠奶茶 在當時還描述台灣 你說什麼英文單記 Beautif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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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ve Home Town Home Breathing Heart Beach Passion Friendly Wonderful Perfect 因為程度還不錯啦 香蕉的英文 很多人第一次學英文就 就學到了 叫做Banana 當然有人會叫做Banana 就是美國人的發音吧 這一次我們去邦交國訪問 有很多在處於比較熱帶地方的邦交國 他們有自己產的所謂香蕉類吧 叫做Plantime 聖露西亞本來是香蕉的出口國 後來因為香蕉有夜斑病 所以他們的出口就受到很大的打擊 我們的農技團去幫他們解決這個問題 所以這一次我們去的時候也看到他們 香蕉都恢復生產了 而且持續在擴大出口 然後我們也看到那個香蕉 種出來的香蕉確實很好看 也很好吃 我還有幾個英文單字 想跟大家一起來學習 像Agriculture這個字就叫做農業 那我們通常講出口就叫Export 經濟作物我們叫做Cash crop 水果茶叫做Fruity 那這一次我們出國訪問 這個所謂的三聖 都是屬於國式訪問 包括我們當然也去了海地了 都是屬於國式訪問 那國式訪問 我們的英文就叫做State Visit 這個護照的英文就叫Passport 對 台灣的護照在很多的國家 都有這個免簽的待遇 當然如果我們進行公務里程 訪問的國家是我們的邦交國的時候 我們都拿了一種護照叫做 Diplomatic Passport 外交護照 WHA就是 World Health Assembly 那這個常常會跟這個WHO會搞混 那WHO就是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也就是它的主要的國際組織 那它在國際組織下所開的大會就叫做WHA 也就是 World Health Assembly 那另外還有一個字大家常用 但是也常常會被搞混的就叫做WTO 那WTO就是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就是世界貿易組織 那也就是我在過去一段時間 長期參與談判 能夠加入的最重要的國際的貿易組織 叫做WTO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我想到台灣的驕傲 我就想到Democracy 因為這個是一個幾十年來 很多台灣人共同去累積出來的一些成就 是非常非常值得台灣人值得驕傲的 尤其是在亞洲地區 有這樣的品質的民族是滿難可貴的 我要用兩個單字來形容台灣 第一個叫做Friendly 第二個字叫Resilient Friendly就是友善 Resilient就是它是一個堅強 而且有韌性的國家 在今天的第一集英文英文裡面 我教了大家一些英文的單字 而且是滿實用的英文單字 那也跟大家分享了我們在外交工作上的一些成果 那我要在這裡特別告訴我們的朋友們 如果有機會的話可以到加勒比海區旅行 去體驗他們那裡美麗的島嶼 還有美麗的海洋 這是一個人生很難得的經驗 當然我們也希望大家都到台灣來旅行 Welcome to Taiwan 而且我們也歡迎大家 不論是團體旅行或者是自由行 我們都歡迎 那當然會有人問說那自由行的英文要怎麼講呢 那我們可以叫做Individual Travel 也可以叫Self-Guided Travel 也可以叫Self-Helped Travel 謝謝你們收看 祝你們全都很棒 我們下次再見 看完影片以後請在我們的下方留言告訴我們 你覺得台灣最驕傲的是什麼 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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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請問你有時間接送我們的街訪嗎 街…街訪 WHA吧 英文單字嗎 對 我覺得 HOME 台灣…台灣驕傲 同婚的英文的話就是LGBT marriage 但是哪啥是Boba Tea 乳酪的話可以講Minced Pork Rice 這個的話是Shaped Mango Rice 1019就是101 你我很好耶 其實你們在做什麼的 沒有 我之後有點想說其實 看一下要不要開一個 教英文的YouTube頻道 教英文的YouTube 對 我在想啦 規劃中還不太確定 好…如果開了一定要跟我們說 好…謝謝